我是S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S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课程 本次课我们的主题是接口 好,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次课的主要内容 上一次课呢,我们介绍了抽象类的概念 抽象类哈,它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为了被子类继承 那抽象类呢,里面有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只提供了方法的定义 也就是没有方法提的方法 目的呢,也是为了被子类所覆盖 比方说,胎狗类哈,覆盖EAT,它吃肉 那么山羊西谱,则吃草等等 那,安莉莫的目的呢 它是抽象类,它是不能够被初始化的 但是,抽象类的对象 可以六子类,这个是负类六子类的方式 实际上这个对象,是指向了胎狗类 但是,我们之前讲过负类六子类哈,它是不能越过负类的定义的 好,就说它还是被包含在安莉莫这个范围之类 那,本次课,我们要介绍的哈,主题就是 接口 如果抽象类呢,是经过抽象啊,的一种更高级别的一个抽象类 好,那接口呢,则是抽象的最高实现 好,接口其实也是类似于类,有成员变量,有成员方法 但是,它比抽象类更高级 它也是不能实力化对象的 现在我来新建一个接口 右击这个包,new,然后选择interface 这个关键字,大家请特别注意 呃,比方说 我这里定一个 person person OK 那,我这里新建了一个接口 叫做person 人类 那问题来了,接口跟普通的类 直接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对,接口也是抽象的 最高实现,它其实也是某一特殊的类型 那么,它也有成员变量和成员方法 但是,它跟普通类 或者说,跟普通类不同的一点就是 接口中的方法 全部是抽象方法 也就是说,我这里定一个A方法 是绝对不可以有方法题的 加了方法题就报错 OK 诶,我们上次课不是说抽象方法 还得加 apstract吗 没错 它的方法都是抽象方法 正因为它的方法全部都是抽象方法 所以在接口中 apstract 这个关键字 是默认的 也就是说,你不写apstract 它也是apstract的方法 好,接口中的方法 都是抽象的 第一个 第二 接口中的成员变量呢 我来定一个试试 public interagy 咦,怎么报错了呢 我们看看错误在哪里 OK 它说,接口中的成员变量 必须是final field final区域的 final区域的 必须被初始化 好 这里我就要说了 因为接口中的变量 成员变量 都是public的 static的和final public,static public是公共的 static呢 是静态的 final是最终的 最终变量 代表这个变量 只能初始化一次 不能被再次复制 那现在 public,static,static,final,intagy 等于1 当然我在这个地方用agy 就不太合适了 只是来测试一下 OK 这个变量 这个ag变量 已经是最终变量了 不能被再次复制了 当然这三个东西我不写 也是默认是public,static,final的 好 这个就是接口中的 接口的定义 我们加瓦中对于接口的定义 第一 接口中的方法 全部是抽象方法 第二 接口中的成员变量 全部都是public,static,final的 而且必须被在这个地方 被初始化 从此不能再被复制 那在上次课 我们讲抽象类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接口跟抽象类有什么一通 接口中的方法都是抽象方法 但是呢 抽象类中 既可以有抽象方法 也可以有非抽象方法 抽象类中的变量 成员变量 可以不是public,static,final的 在于区别 在于这里 所以说 接口是抽象的最高定义 你看它的方法都是抽象的 那接口 我们定义接口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 我们定义接口 都是为了被继承 定义接口也好 这个 抽象类也好 它们的目的 都是为了被 都是为了被 类继承 只不过 抽象类的继承 用的是 extense 关键字 而 接口的继承呢 用的是 implements 当一个子类 当子类 实现 implements是实现的意思 实现接口的时候 因为接口中 全部都是抽象方法 所以 必须 覆盖 或者说是 重写 所有的 接口中 所有的方法 这是 于法 规定 于法规定 看到没有 当我 把接口中的 所有的方法 都覆盖 因为它这个地方 虽然方法体中 没有代码 但是它花括号存在 就意味着 方法体存在 OK 要覆盖 接口中 所有的方法 这个 就是 接口的定义 有时候 接口 只是提供 一种类型的定义 比方说 它应该有哪些方法 应该有哪些 最终变量 那这些方法的目的是 为了在子类中 被覆盖 比方说 student类 有他自己独有的 A方法和B方法 teacher 继承 或者说实现 person接口 那他也应该 有他自己的 A方法和B方法 等等等等 子类 继承 负类 不光是继承 他的东西 还可以发展出 自己独特的方法 就像 胎狗 和山羊 戏谱 都可以吃东西 但是一个吃的是肉 一个吃的是草 好 这个就是 接口的定义 同学们 接口和 抽象类似 交往中 非常重要的 网络概念 请大家 一定要 弄清楚 好 OK 本次课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课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